Hi 我是阿瑟 路由三高 今天的日期是2024年7月22号 今天要来讲善恶并不对立 很幸运的今天想讲的重点 刚好跟股市有一点关联 所以今天主要讲我自己的信仰跟观念 然后带一点股市 而明天我还用这个概念来讲股市 来讲ETF 螺旋陷阱的困境 今天的日期是2024年的7月22号 今天是一个非常惊险的一天 因为开盘的时候 就不断的往下一路冲跌 大概像这样 一路往下跌 跌到22130 甚至已经碰到本季的季均线 台股从高点回落之后 不管是我地期定额 还是我的长期投资 还是我的期货 基本上都已经达到停利点 所以全处出清 我老婆她本身是从今年开始 大量的定期定额做ETF的买盘 而各位也知道 从2023年开始 支撑台股的重点 就是那一支的ETF被动式买盘 这样子买起来的状况 就是不管外质怎么卖 台股都撑得住 但是现在的坏事是 定期定额仔 他们突然间觉得有问题的 一键把它卖出的话 很可能会造成多杀多的现象 就像我老婆上礼拜五 就想要把ETF除掉了 而今天上来完之后 今天把ETF除掉 换句话说 我老婆出新的ETF 将会在明天开盘的时候 执行卖出的动作 如果说她的同温层都想卖 势必的会让卖盘 像滚水球一样越滚越多 而像螺旋线一般爆量下跌 这也是为什么这次我决定要离开的原因 可在我自己的认识当中 我觉得善跟恶并不是对立的 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是为了自己好 他们基本上也都是好人 所以善恶不是恶元对立 他们都是为了自己好 而也会觉得我也是为了你好 例如说好人会认为我统治你 我侵略你 是我教你怎么让你的文明更好 是我让你一起和我们一起繁盛 一起繁荣 所以才会有许多的冲突跟战争发起来 发动战争的那一方 他认为他自己是好的 而被侵略的那一方 他们奋力的抵抗 他们也认为自己是好的 而那时期不管是共产主义阵营 还是资本主义阵营也好 其实他们都是为了大家好 例如说共产主义 他们追求乌坡邦式的社会福利 需要每个人都能平等 共享资源 拿你自己够了就好 然后而且努力的为社会付出 而资本主义呢 他但是注重商业市场的繁荣 为了自己的自身利益为出发点 而让这个社会越来越繁荣 而社会繁荣了之后 提升整体的生活水平 而大家就会更好 这两个阵营一开始的出发点 其实都是善的 不过几十年前的历史 各位都知道 这两个阵营为了对自己好 为别人好 他们做了非常非常多 邪恶 丑恶的事情 也引起了非常多不必要的战争 既然我刚才讲到 善恶不是对立的 它是恶的那一方 在引起我们大家之间的冲突 对我自己来说 世界上是确实存在纯粹的恶 但是那些恶不是所谓人的恶 而是那些恶就像是空气 浮在我们周围一样 或者别人把它说成是撒旦 或是把说的恶魔也好 它随时都潜伏在我们的四周 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去挑起人跟人之间的敌对情绪 因为纯粹的恶他们的目的 就是要激起我们的对立 而产生更多的能量或好处 那同样的 好人他有时候也会为了做好事 也采取了有恶意的举动 所以好人跟好人之间的竞争 他们因为恶的影响 而使得他们做出了非常不好的举动 那么我自然就要想办法去辨别 真正的善跟真正的恶 通常来讲善它会追寻互相的理解 想要解决你跟我之间的冲突 可是恶行却带有了贪、撑、吃 贪例如羡慕、欲望、虚所无度 撑就是愤怒、报复跟伤害 而吃就是致富、愚昧跟混用 贪、撑、吃是在做恶的时候带有的特性 所以要能够分辨自己到底有没有变成恶 或是有没有在做恶 最重要的事情要分辨 有没有堕入贪、撑、吃的问题 从这边就回去刚刚讲的一开始 我讲的ETF的问题 混ETF的人 他们也只是为了存钱而已 也只是为了让人生更好而已 他们基本上并不是为了贪婪 但是当他们把钱一直往里面投的时候 我们的台股的市值势必就会越拉越高 只是如果今天台股回档回的够深 那么这些纯ETF的人他们就会卖 例如说从高档往下回落10% 那很可能有一部分人就会卖了 如果说从高档回落到会伤害本金 那很可能这些纯ETF的人就会都把它卖掉 而这样子就会导致了股市就会被过度卖超 而使得它过度下跌 但是这些好人们也不是故意要砸盘的 他们在做的事情也是保护自己而已 在不知不觉中他们也让台股暴涨 涨了超过头 他们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让台股暴跌 而伤害了我们的经济体 明天我们再来讨论 ETF螺旋式上升或螺旋式陷阱 它会遇到的困难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 善恶其实不是对立的 即使是好人 有时候也会做坏事情 就像我们刚才举的例子 像ETF的投资买盘 它就是一个好人纯粹做好事 纯粹只是存钱而已 可是它可能就造成了我们社会上 过度繁荣或是过度衰退 可是我们要知道 如果说今天是刻意为恶的 那就是恶了 所以如果今天我是为了要赚钱 而刻意把台股炒高 或为了赚钱可以把台股压低 那么就是恶 所以我们要尽量绑住自己的邪恶 不要让自己陷入了这种陷阱里面 这不是股市的 在现实生活中也是 什么社会贤达 乡村走卒 媒体法律 娱乐跟社群 这些东西通常来说 应该都可以是辅助我们维持善念的工具 但是实际上很多时候 当我们想作恶的时候 我们就用这一些工具 来引起社会上的纠纷 所以当我们想要使用这些第三方势力的时候 总是要想一想 是不是已经在作恶了 那接下来我还是鼓励我自己 我自己 无论经过怎样挑战都不要刻意为恶 do no evil 好到这边 拜 我天啊 Whit bad 没事 转发 sight 订你 晚上 我 你 感谢观看